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反美为主的非美大豆进口已经占到中国大豆进口量的六成以上 且成稳定增长趋势 美国农民才是美国政府高关税政策的最大牺牲者 在于徐波看来 中国大豆市场开放 是中国政府兑现WTO承诺 尊重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 积极推动美国农产品进口所做出的选择 中国大豆市场的开放 刺激了美国大豆种植面积 能扩大和产量的增长 为美国农民持续增收 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会 这是美国农民和行业 美国大豆协会多年的夙愿 于是波直言 美国政府大方面启动301调查 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迫使中国政府采取反制措施 导致美国大豆种植者和美国农民 不得不面对高关税带来的出口 市场萎缩和市场价格下降 遭受利益损失 数据显示 中国自美国进口大豆 占进口全部大豆金额的比例为35% 而美国大豆出口 是中国的金额占其大豆 总出口金额的比例高达60% 哇 CN的面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